字幕字幕 字幕 李宗盛 Econom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來這個我們置頂是這個大恩 你如果到來參團 你看 要收啊上來宣傳 欸凱昌 見面五百個 哇你也是第一次 哈…二次 通常這個第一次 都先從訪問開始 有的是先在居酒屋 有的是床邊的椅子上 稍微先做一個簡單的訪問 我們的100多位觀眾朋友 可以跟大淵打個招呼 今天晚上 剛剛大家有沒有去看過這個影片 這影片很明顯的是一個宣傳片 今天不是沒贊助商 今天的贊助商 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沒有看到 過得爽爽 坐在那邊過得爽爽 躺在沙發上那位 大家可以跟他打一下招呼 難得我們這個召喚到本尊 你看我從幾年前 有沒有我就 山山山山山山 幾年前我就在AMG 我開大的 落台妹 終於有機會 我跟你講我們是很努力 看有一天有沒有 我繼續努力下去 看能不能請到這個老電話 還是功夫錢 張海堯 黎明 都來上我們的節目 對不對 這個大家好好支持下去 有一天 對不對 我們這樣慢慢往上爬 雖然現在已經是這個巨蛋的明星了 已經滿緊繃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了再多緊繃 有沒有 我們請黎明來現場唱廣嗨 希望有一天有機會啦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的乾爹在這邊 沒有啦也不是乾爹啦 我是他的乾爹好不好 我有買他的專輯 買了十張好不好 我才是乾爹 呵呵呵呵 好不好我才是大淵的乾爹 大淵專輯如果賣得不錯乾爹應該很多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的新專輯 這邊還有簽名喔 有沒有 旁邊這邊還有簽名喔 換檔差別有轉速胖胖有沒有 聽說這裡面還有快價 這個我們到時候這個 粉絲朋友可以去這個小絲的IG IG的粉絲專頁 那可以去參加抽獎 我有準備了九張 我自己留了一張在這邊 我自己留了一張做紀念 我本來要拆開啊 我捨不得拆 我就讓他這樣保持的 希望有一天看什麼時候會漲價 呵呵呵呵 應該是不會啦 不會我覺得這個有收藏的價值 對我來說還蠻有意義的 我們從這個一個 亂七八糟亂搞的一個 YouTube開始 小小YouTube開始做 做到竟然有大明星來 當然我們不能這樣講 這樣會得罪其他來過的人 好不好其他也都是明星 但是這個是真的我覺得 個人非常 也非常喜歡的一個 好朋友 對沒錯 JC 內行的 我本來要拆開廳 後來 我想一想 現在好像也沒有什麼CD 那第二個是 現在YT都聽得到 好不好 YT把他的MV 聽到就好了 喔 方旭勇教練好久不見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人就是這樣 方旭勇教練的這個 紀念品在這邊 他的紀念球 我也在等他漲價 我這些東西我都好好收藏起來 我就等漲價就好了 希望這個 大家繼續支持 然後大院的專輯 過得爽爽 這個 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有錢的就多買幾張 這個有利的就多 在YouTube上面多看幾遍 雖然我不知道那個流量很高要幹嘛 但是我覺得拜託他們現在 像大院這種 對不對 環童這種隨便 隨便出個專輯 應該隨便MV都被看爆吧 應該 應該不需要我們宣傳 要宣傳 我們只是這個 沾個光 好不好 沾個光 大院你都不講話 你打字很慢是不是 不然這樣 我call大院上來要不要 要打嘉義一下 好不好 你有沒有穿褲子啊大院 哈哈哈等一下來我開 啊上來了上來了 等我一下我把你打開一下 來啊啦 123123 有沒有聽到 加一一堆啊 你看大家都在看你 你是用手機對不對 我用手機啊 我幫你拉大一點 讓大家都看得到你 OK 這樣可以吧 你看到你自己嗎 你看得到 跟大家問個好 大家聽到他的聲音嗎 大家聽到嗎 123 大家晚上好 有 我跟你講不熟才叫老師啊 對不對 我有學到啊 哈哈哈哈 這是一種尊敬啊 不熟就用 這個敬語 熟的還是要用敬語 你要不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專輯有沒有 裡面你 你有沒有排名啊 最喜歡的 你自己有排名嗎 因為其實每一首各主題都不一樣 所以 你說真的排名的話 我覺得 要講的話 我覺得那個肥男幫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難怪會拉上來當第一組 主打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 過得爽爽是 我自己很喜歡汽車啦 我很喜歡這種改裝車 汽車文化 對 所以就是我也很喜歡這個歌 然後 裡面有十首歌 所以 一定會有喜歡 跟 就一定有第一名跟第十名嗎 不要啦 我們講第一名就好了啦 這樣排太殘忍了 我剛剛講那兩首都不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可是我剛剛有聽到觀眾說 蘇菲阿也很好聽 喔對啊 那個是 寫給女孩子精痛聽的 我跟你講 這個我就跟你分享一下 這你就錢了 因為女孩子如果精痛的時候說 肚子好痛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你知道嗎 喔 baby我月經來肚子好痛喔 你就 口袋撈有沒有 喔沒關係 這邊有一萬塊喔 拿去買 買熱水喝 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 會了 林家的手水也太貴了吧 沒有 水不是重點 一萬塊才是重點 會了 學起來吧 好不好 不要吵我 賺賺賺賺 學會了 學起來了 下次要寫在歌詞裡 這個蘇菲阿姨就差這一段而已 我覺得很實在 很實在 真的 哈哈哈哈 現在我記得 你MV打到哪一首啦 我上次最新的是不是 棒棒那一首 對啊過得爽爽 對 對不對 後面還有嗎 後面還有啊 因為我們前面拍片 我們今天播的這個片不是四月的時候拍嗎 我四月的時候其實很忙 我那時候把MV也拍 拍了一些MV跟很多YouTube這樣子 對 然後最近可能也會開始拍一些這種 防疫版的東西 還有防疫版的東西 就是在家錄製的東西啊 或是在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人比較少 對啊 分搭分流上班 就只有拍攝人工 這樣子而已 我看你現在本社頻道 片子還拍蠻多的 之前其實拍了一些東西 庫存量還夠 你最近是都 應該都沒有亂跑了吧 沒有啊 說真的 你這要跑出去 也不能去哪 我現在唯一的樂趣就是開車 然後繞一繞 然後就跑回去了 我是偶爾會 兩三天我會去發動一下我那台車 因為畢竟那個老車 還是要發動一下 不開出去繞一繞 遊一下車盒 反正 自己在車上應該也沒有什麼防疫的問題 不要下車就好 我那天去上班的時候 我在路上遇到 泰山 還有柯P 是喔 他怎麼沒跟我講 他們可能過幾天剪片 可能就剪出來給你看了吧 然後 我就開路上 然後就有一開 他們是開什麼 是CAMERY嗎 還是什麼 然後就是跟在我後面 然後就是 他有搖下窗戶看我一下 然後我看到是柯P以後 我就搖下窗戶跟他打招呼 你看大淵也是我們的粉絲好不好 他認識柯P泰山 夭壽啊 他有阿呆 阿呆 全部全員都認識了 對對對 因為你會在我們家出現啊 這樣很害羞 你不能用手機自己看就好嗎 一定要接到電視看 不是 因為我家沒有第四台 我家只有 就是都是網路 就是只能看網路這樣子而已 都用手機接電視看就對了 對阿 這樣子比較方便 我問一下 現在CD買的人多不多 CD喔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子 大家買都收藏 我預購還蠻多張的 幾千張的 這預購的人有 簽名 如果你現在自己去 我們滾石的官網買 是沒有簽名沒有快家 所以你買的那10張 你蘋果的那10張是有簽名的 喔 其他人買是沒有的 就是 只有預購跟你有而已 這個 線上的 觀眾朋友 你有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這個 問一下大淵好不好 我們現在 不好意思耽誤他太久 因為我強烈的懷疑 他現在下半身沒穿褲子 我沒有穿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上次IG好像有一次播 然後我沒有穿衣服 好像被他檢舉還是什麼東西 我的IG就是 都是沒有人在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然後我自己連我自己真實的朋友 他們寫那個私訊給我啊 他們寫不進來勒 被鎖起來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來別人的地方直播 打廣告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個曾拉左說小事拿10張出來 都講有 我們我那個小事汽車的粉絲頁IG 小事汽車那個IG有辦活動 有辦這個我自己買的 買來給觀眾朋友抽獎的 然後我有跟這個大淵講過 因為我覺得把人家的這個專輯拿出來送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會 我覺得你這個 這是休聽的感覺啦 我覺得很好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個人聽不了10張啊 對啊你聽不完啊 然後還有就是 外面大家已經買不到了 所以 想要的話只能來你這邊抽了 喔 買不到看到沒有 我買預購的抽給你們有簽名 還有塊架 對對不對 現在買外面買已經沒有了 對你只能買到 一般版本而已 有沒有要問大怨問題的 快點我們不能耽誤他太久呢 因為我怕下半身著涼 是有點冷啦 哈哈哈哈 吃飯了嗎 招爽的開車耳熟 車停的饒舌 各開了 鄉土 哎有人在貼歌詞啊 我就照著唸出來而已 哈哈哈哈 哇大家其實這樣子 大家就是挺我們挺 這麼挺 很感謝 沒有你太紅了 好不好 沒有 有人說改天一起煮菜啦 可以啊 我們等疫情結束後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繼續 就是在拍一些 對啊 反正 有一天我一定要弄到你那台車的啊 哈哈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我的車到底賣了沒 其實明天就會上片 就會知道 到底有沒有賣給小師哥了 明天上片就知道了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預計幾點會上 你知道嗎 呃九點 九點上片 明天哦 禮拜四晚上的九點 本社音樂的 YouTube頻道 晚上九點有我跟大淵 然後曾拉手有問哦 他說想問大淵MV出現的車 你最喜歡哪一台 哎我都很喜歡 因為那些車其實都是我拜託 我真實的車友就是 來的就像GTR GTR是大家都喜歡的東西嘛 只是養不起這樣子而已 然後還有這個Supra 不管是新的Supra 那個A90還是那個 新的A90還是舊的Supra 我都很喜歡 然後那台請來一台正EVO三代 就是那個霹靂火 劉德華 啊不是劉德華 那個成龍眼那個霹靂火 成龍啊火哥 火哥 對那台EVO有來 然後RX7 RX7在台灣其實算是蠻 蠻少見的車啦 然後那些請了兩台RX7來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有在之前有在關注北宜 上面有個叫黃金聖鬥士的 他那S2000也有來到現場這樣子 明天晚上9點 對有人在問明天幾點 明天晚上9點 本社音樂的YouTube頻道 想知道我到底換哪一台車嗎 對就明天晚上去本社音樂的頻道 看一下這樣 小師哥到底究竟要跟我換什麼車 欸我不知道 我是觀眾朋友問我講 不知道不方便就算了 他說可不可以念一段 那個二手車的台詞給大家聽一下 然後最後我們就再見一下這樣 好 超雙的開著二手車 然後咧 怎麼知道我記了 哇 看來你歌詞太多了 你歌詞太多了 聽著老舌歌 我唱我的FIRST 附加車位 現成辣妹 這辣台妹 讓你先插隊 跟我去龍拽 忘記那些雜碎 白襪被拖鞋 老鄉州的飛眩 關鍵 車身都降低 有 後面忘記了 漂亮 謝謝大悅 我們就暫時先讓他去休息 不然他下半身早涼 早涼會流鼻涕 不太好 好不好 那大悅 大家跟大悅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OK 好開心喔 爽 可能大家這個 大家覺得還好 可是對我來說 我真的是覺得蠻開心的啦 就是說 我一個小小的汽車頻道 對不對 那麼小咖 說YouTuber 我也還稱不上什麼太大咖的YouTuber 可是喔 竟然會這個 有 出片歌手來宣傳 對不對 我是真的是覺得蠻開心的啦 真的很看得起我這樣 那其實之前我們怎麼跟這個大悅聯繫上是之前他 他們的應該是他的經紀人還企劃吧 跟我們聯繫說 其實大悅一直都有在看我們的影片 所以就約了這一次的拍攝這樣子 開心啦 真的開心 爽好久了 鬆不退 出片的 喔我可以出的片很多啦 看是要這個肉片啊還是牛肉片豬肉片啊 還是什麼片的 我都OK好不好 出片我很簡單的啦 我還是有準備一些跟車有關的好不好 那大家還是要追蹤一下這個大悅的IG 我放在置頂留言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進入我們的 真的專業的汽車環節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賣車 那最近因為很多人來估車 所以才發現了很多的狀況 例如說像我最近遇到一台 我不要講什麼車好了 然後一台進口車 雙B的車子 然後2014年的車子 然後大概有四片板金喔 全部都被當時因為有插撞 全部都被原廠更新了 包括右邊的前門 右邊的後門 右邊的葉子板 後車廂蓋 全部都被換掉 然後都被換新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一台雙B的車 換了四片板件 還包含後葉子板 我們常常講後葉子板 因為他要切掉 才可以再拿新的接上去 那就有切燒汗 因為那是吸住嘛 那你吸住有切 那個一定是重大瑕疵 重大事故 所以我就跟他表明了說 我不收 然後他已經 願意比市價再降了10萬 賣我 我都還不收 那不收的原因 一個是因為他 他主結構 已經後葉子板已經被切過了 那第二原因是現在疫情 現在疫情 其實我們在進車 非常保守 我幾乎每天 我都要拒絕掉10台以上的 孤車的人 我不唬爛 每天我都要拒絕10台以上 他便宜時貌 我還是拒絕他 我說這個主結構 這樣子 我這邊 我 我也沒辦法賣 我說實在話 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講過了 實際好的時候 一杯咖啡50塊的人買 實際不好 不是說你賣20就 就會有人買 你賣20都不一定會有人買 大概就類似這種感覺 現在其實二手車 有一點停滯的狀況 那他就說他也不知道 他當時這個有保險 所以他的車 含對方的車 兩個出險起來 修了大概六七十萬 然後他說他隔年 要再保那個車險的時候 保險公司就拒絕受理了 就說你這個我們不接 你這個案子 你這個我們不給你保 因為他前一年出險出太高 那所有的板件 都被原廠換成新的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你聽起來很好聽 有很多消費者來 沽車跟你說板件換過 然後要扣錢 然後車主就會 理直氣壯說 為什麼我當初我在原廠 我換全新的 其實現在不是原廠全新的問題 而是被換掉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買的人 他沒有辦法知道 你是插傷 還是撞到裡面 所以換掉的 那通常 原廠的很多修復都是 就算你插傷只是凹進去 稍微凹進去一個拳頭伸 他就跟你說這個要換掉了 那你因為這樣換掉 結論就會變成說 下一個人他不知道你是傷到怎麼樣 他會認為你可能傷得很嚴重 所以你整片換掉 我們常會講 這個損壞到 以至於無法修復 所以才要更換 對不對 那結果論 你就是更換了 那我就覺得 你應該是撞到沒有辦法修復了 所以你才換 那會被嚴重化 會被嚴重化 你本來不是事故車 你只是擦傷而已 你就變事故車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以前開的一台賓士A250也是這樣 後葉子板被停紅燈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動 被一個計程車從 我的後葉子板給我撞上去 那我回原廠也是跟我講 整塊後葉子板要割掉換新 我說不行 然後我記得那塊葉子板就十幾萬了 他們都抱很高 反正 我覺得那個就是這樣 他媽爽到誰 爽到原廠而已 然後原廠不給他修 我就去請我們的板金師傅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敲回來 修補好再考七 那就不是重大事故車 有時候他的界定就是這個樣子 你撞了 你把不管你撞到多嚴重 只要你能扳回原來的樣子 他就不算更換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現在我覺得慢慢的 有很多消費者 有意識到這個板件更換的問題 因為我其實受到 很多消費者的訊息都說 他都PO照片給我 然後說 小資哥我車現在撞這樣 原廠說整塊要換掉 那通常我都跟他講 不要換去外面 外面也有可以申請理賠的修理廠 不一定要原廠 他一樣可以用板金的方式 然後幫你申請理賠 不要覺得說好像只有原廠 可以申請理賠出險 不是我覺得如果你的狀況已經太嚴重 你還硬叫人家板 我覺得那個就比較過分 你像有一些有沒有 那個門皮都被那個學長 有沒有學長 砂石車一種 整個整片都勾出來 都翻出來了 那你要叫人家板回來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人做得到 但我說的那種就是 介於說他明明就板了回來 然後他還叫你換掉的那種狀況 你才需要自己去 才去需要說 我不在原廠修 我去外面用板的 那剛剛那個JC還J什麼 他有講到那個事故折舊的見價 慢慢的遇到一些案例有成功 就是這個因為車禍的折損的賠償 像剛剛昆池講的嘛 對方全折叫你換新 就造成你這台車的有折價產生 你本來是沒撞過的車 就換完賣車 你就會變成有折價的車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去找一些汽車公會 開一些證明書 然後去告保險公司 說告對方說 因為這次的碰撞 造成我車架的折損 那你可以連帶要求 他賠償中間的折損的部分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跑一些流程 去申請一些鑑定書 跟判定書出來 大多都是一些汽車公會 板金公會 汽車公會 二手車公會 去開一個證明書出來 你就可以跟他要 因為被他撞到 然後造成你車架折損的部分 有遇到一些案例是有要到 但是坦白說 我遇到沒要到的判決 稍微多一點點 要到的比較少 誒 治療講的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有人說我的車沒有賣 就沒有中古車價值的困擾 這個問題就來了 有些判決為什麼 申請這個折損賠償不會成功 就是因為你又沒有賣 你沒有賣 哪來的折損 再來一個 你現在三年車 因為換了一個門 差三萬 那你三十年後 你才賣車 那插了那個門 換過那個門又插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有時候有點難界定 還是要看這個 你提出的證明啊 跟你的法官啊 他的想法看法是怎麼樣 好不好 好 下一個 有一個人 這個是上禮拜的案例 他說他有一個十多年的好朋友 也不是好朋友 十多年的朋友 認識十多年的朋友 那在臉書上一直都 彼此是好友 有在互相關心對方的近況 然後他有一天 他要買一台外匯車 然後對方就 從臉書訊息就傳了一些照片給他 然後就叫他說 你可以先訂 什麼什麼 然後就問他說 李晨跑多少 他說五萬多 五萬多公里這樣 然後他就買了 結果後來呢 他簽到車以後 他發現那個車不是五萬多公里 是英里 然後說車子回來 一送去檢查 大概還要修個十來萬 然後他就發生這個問題 就有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是這樣講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其實依小師來講的話 我其實遇到很多的客人 尤其是中南部 因為他交通沒有那麼方便對不對 他都會很多人都會跟跟小師講說 小師哥我跟你講你的車都賣太快了 下次如果這個你有我要車 我可不可以先先會訂金給你這樣 那我都一律不收 我之前也提過很多次 那我不收 不是因為我不愛錢 能夠賣車 我當然很棒 可是你想想看 連我都堅持說 你一定要來看車試車 滿意之後你再買 小師汽車招牌應該還OK了吧 更何況說 你所謂的臉書上的好朋友 然後你可以買一台百來萬的車 你竟然可以直接匯錢給他 我覺得也是很神奇 像今天我有問 小師哥 某原廠認證中古車跟我講說 我先把雙證件傳給他 然後再訂金給他 他就可以先幫我留車 可是小師哥他是不是在騙我 因為我都還沒看過車 我說我不方便多說什麼 建議大家都一定要實地來看過 滿意再付錢 再給證件就好了 我知道房間有很多車廠都會先這樣 不然我跟你講我這車很搶手 你先匯個三千、五千、八千、一萬都好 先匯錢來還是雙證件先寄來 我幫你留車 要不然等一下就賣掉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快點 快點來把錢匯過來再說 很多這樣的做法 我是沒想到連原廠認證中古車也在這樣 那講到原廠認證中古車 好啦我跟你講 我常在一些論壇看到很多人在討論小師汽車 有很多人說我想要買人生中的第一台車 我想要怎麼樣 我想要怎麼樣 下面就會很多人推說 你去小師那邊看就對了 沒什麼好講的 你去找小師 你的狀況你去找小師就對了 你什麼都不懂 你是一隻羊 你就去找小師就對了 一定不會被騙 我當然很開心 我們有品牌有做到一個水準的對不對 人家在論壇啊 不管是什麼惡魔啊 什麼PTT啊 有的不的 大家都會推小師汽車 OK我們很開心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留言就會說 小師的汽車的價格 直逼原廠認證中古車 你竟然去小師汽車買 你不如去原廠認證中古車買 這句話我就有意見了 我先與其不論那些財團的錢 比我們多多少這件事情 我甚至我可以跟你講 不要說原廠認證中古車 就算原廠的新車 服務都不見得比我們好 我就講一個就好了 原廠的新車中古車 你車子要回去保養維修 請問一下他們有沒有代用車會借給你 你出事情了 不好意思 我給你買這台中古車 古樓 脫去那個啊 脫去我們修理廠就好了 好不好 我把那個修理廠電話給你 你車就脫去就好了 他們會處理 這種沒有感情的東西 憑什麼我一定要賣比他便宜 我就這樣講就好了 我先與其不論檢查的項目 原廠有沒有我多 保固的項目原廠有沒有我多 那些我不講 之前都跟大家分析過了 那些保固書的內容的差異性 我都跟大家分析過了 那更不要講說原廠換板件不講 這個我們都不要講 我就單講一個 他們到底賣你一台二手車 給你什麼服務 他們有醬包給你抽嗎 呵呵呵呵 他們有直播 每天在那邊開直播 讓你們隨時隨地問問題 讓你你要客訴 你也可以上來客訴啊 對不對 你就在留言裡面 你就客訴我啊 我如果做的不好 你就在留言裡面講 小資格 你們兩個業務講話很雞巴 你就在那邊留 我就把你處理了 請問一下原廠有這些東西嗎 憑什麼我一定要賣得比他便宜 我的服務沒有比他好嗎 對不對 還有人講 雨刷燈泡終身免費更換 原廠有嗎 原廠跟你有感情嗎 那當然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直逼原廠中股車 他講是直逼就代表什麼 我還是比他便宜 那我就有時候我覺得很倒楣 像上次我就講了 有一個賓士的來給我估車 假設我說130 小資格原廠也估130 我說原廠估130 他說你可不可以比原廠高 我說他比我有錢 他收跟我收一樣好了 假設他賣可以賣比我貴 我又不行 他錢比我多 他財團 憑什麼我一個小小的小店 小吃汽車 我估的價格我一定要比他高 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我錢比人家少 我要買比人家貴 我要賺比人家少 我要賣比人家便宜 我服務還要比人家好 我三個沒有 我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覺得 好啦講原廠 今天他講到底 跟他拚了 反正聲音也不好 大家不夠吵 哈哈哈哈 原廠是不是 我前兩天 我遇到一個客人 他很生氣 他一台車只開了3000公里 我也不講哪個原廠 好不好 我也不講什麼車 是一台休旅車 你們自己去拆 我不講是誰 他說 小四 我這台只開3000 開不到一年 我很賭人 我要賣掉 剩多少錢 我說 有什麼好賭人 他 vine 我說我跟你講 我開車開一開 測群掉下來 測群掉下來 然後測群掉下來 因為他那時候在高速公路 測群掉下來以後 又彈上來又打到車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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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nas燥音 穿滾 他進來看一看說 抱歉某某先生 你這個是有撞擊的痕跡 他說哪裡 我這個車從買回來都在我手上 請問哪裡有撞擊的痕跡 他說你這個下面測群這邊上面有撞擊痕跡 他說我時數一百掉下來 在那邊啪啪啪都不會打到嗎 原廠說沒有沒有 這是這個他就意思就是很硬 這就是沒有這就是你自己撞到的 他說我新車開3000公里 我有沒有撞到我自己最清楚 我們今天不是沒錢人回來跟你歡 我如果自己知道我有撞到我點點 但是這個車從頭到尾都在我手上 我也沒有借別人開有沒有撞到 我這新車告到要死 然後他跟我講 我們的人小事的人是怎樣 公道沒有 我絕對不會先站在消費者那邊 我就說那這個你車他車有貼模 我說你有沒有去問你的貼模廠商 當初他幫你貼模的時候有沒有猜測群 他說沒有我去問過了 小事你講的事情我有懷疑過 他們原地的貼模就是直接貼直接採 都沒有拆任何一個地方 我說那你有沒有給人家做過美容 他說有 但是美容的他人都在 我說我這個人 我說不好意思我不是質疑你 我總是我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想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說你是不是在你車沒看到的時候 被人家去撞到或是什麼 他說沒有 他說這個車從出生到現在我就一直在我旁邊 那我就講說其實坦白話講 這本來就很難揮了 他硬要講說是你 你去撞到你也沒有辦法舉證對不對 你開開掉下來 只有你知道還有誰知道對吧 你之前有沒有撞到也只有你知道 還有誰知道 當然我不會講原廠不好 但我只是覺得說如果我是原廠 那客人既然都已經發這麼大脾氣 他寧願不要你這台車要賣掉了 他不是為了那個撤群的問題 他寧願了一二十萬把這台車處理掉 他就是很不爽對不對 那你今天一個品牌 上面辛辛苦苦做的那麼大 那你下面一個修理廠 一個服務處為了一個撤群 這樣會好 這個客人北宋出去車賣掉 到處去講說乾那個媽的爛死了 原廠有夠爛 上論壇爆料有的沒有的 去講你壞話 你為了那一支撤群 你一個品牌一個公司 你怎麼會划算 所以我都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是那個原廠 我會覺得說 那就不要跟客戶 不要讓客戶有那麼不好的感覺 我們就幫他修一修 反正一個撤群講難聽一點 我們修一個撤群可能要一萬多 他們自己修不用對不對 我先與其不論是客人自己撞到的 還是不是 還是你自己組裝不好掉下來 我們都不管 但是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你要解決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 那你為了那個一萬好不好 兩萬好不好 你媽品牌都爛掉了 被外面在那邊讓人家到處講 不是也沒有意義嗎 我是這樣認為 所以很多人會說 小事你為什麼好像都沒有聽到什麼負評 我說乾因為我不會跟客人爭這些東西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我們交車的時候 你看像剛剛那個 酷圈笑有沒有 說在這邊買二手車交車的時候 所有流程交的比買新車交車還久 解釋到我都累了 服務人員還沒講完 全部還不讓我開走 而新車業務 像抽籤一樣 好運重時鐘 拍運到連夜 今年買新車吃了龍眼 有沒有 我常跟他分享 我們交車點交很久 我連那個電摺後照鏡都現場點交 摺起來囉 開囉 摺起來囉 好了你再開走 客人過三天回來 小事 你這個後照鏡不摺了 他齒輪斷掉了 我問你我可不可以合理的懷疑 他是不是停到外面被撞到 我可不可以懷疑 因為我交給你的時候 摺好好的 為什麼兩天回來 指輪就斷了 我可不可以合理的懷疑 你停到外面 被那個不真兒子 不真兒子幫你搬 搬個機子回去 我可不可以這樣懷疑 可以吧 我跟你講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你回來沒關係 兩三天而已我幫你處理 我常在幹這種事情 我想真的 如果客人有一天 他開了三天回來說 小事 你賣給我這台車三天 後照鏡就不摺了 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講 你撞到吧 你都停哪裡 有沒有先懷疑 你車都停外面對不對 沒有我都停那個 我租了停車場 停車場對不對 是不是隔壁的經過 把你弄斷了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後照鏡 你看你這個殼這邊 有一點擦傷 你被人家撞到吧 我可不可以這樣懷疑 可以吧 一定是生鳥的啊 我怎麼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也受過這種教育 鋼筋二手車 那時候比較傳統的時候 就是這種教育 客人出事情先怎樣 先找鋼筷 你知道嗎 先找看看你有沒有操作錯誤的證明 先找看看是不是你去用壞的 那這個跟我反應的車主 他說他新車回去就貼模了 他說他貼模第一次回廠 一千公里保養的時候 原廠就鳥他了 先生 你這個模 全車這樣貼模可能會影響保固 那那 就說了你知道 我貼模跟保固什麼關係 外面那 林寶姊妮 法拉利貼模是怎樣 都沒有保固啊 我覺得那個 很陷的啦 你貼個模回去 新車貼個模回去 就在那邊 威脅你說 你這樣沒保固 以後保固會有問題喔 我外面貼個模跟 保護模 我到底跟你的保固到底出了什麼關係 我真的搞不懂耶 那原廠耶 有沒有 還有自備機油 影響日後保固 感覺都很狂耶 現在的消費者 不是這樣給你 給你孔的啦 我想真的 欸真的喔 無不好齁 整間都 都炒他 真的都當大家第一天出社會 我跟你講 虎得過就被虎過去了啦 我那個BMW一樣啊 我那台218新車有沒有 我是不是說 他資料都會回傳到他們 總公司 所以我的保養日期到了 他訊息會傳回去 他們就知道我的車要保養 那你們知道因為我車很多 我也知道我保養日期到了 但是我車子沒有在開 我車子放著 那時候好像我記得過年 過年前後比較忙的時候 我的218我都停在公司 我都開別台 因為我知道他保養時間過了 欸 卡定回來給我保養 詩先生 你這個保養到了喔 你這個如果再不回來喔 會影響日後的保固喔 幹的卡都給我保養 我說我車也沒在塞 我放著 要保固什麼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幹啊我也知道 媽我有空我就回去了 我就沒有空 我車也沒在開啊 車沒在開 就沒有保固囉 我現在有婚以外 說我這幾百歲 幹的大家都有保養 我跟你說 這跟大家分享 他媽隨便都被呼嚨過去 亂七八糟 行李有夠賣做 還衝這樣 沒有 我覺得218沒什麼不好講 因為我就是 我就是車主 我就是遇到 那別人遇到的 我轉述 我不好意思講 我不要講 因為我沒有自己發聲嘛 對不對 那像這種218 我發生到我自己身上 我為什麼不能講 我為什麼不能分享 就真的啊 我有婚人 他就真的一直卡電回來 還給我搶說 你以後沒有報告 像今天我也遇到一個案例是這樣 我也蠻生氣的啊 你知道一個客人 他跟我們買車買 那台車買了大概兩 應該兩年了啦 一台很便宜的車啦 就十萬左右的那個 一台休旅車啦 他今天很生氣開回來 我有什麼事情喔 我就過去看 他說小事 你這車有撞過 你不會我有撞過的車 我說蛤 這麼嚴重 為什麼 你怎麼這樣說 我還講我那個修理廠師傅 跟我講說 你這個左右 什麼差一度 差一度 他說你這有撞過 我說好 來 我現在車已經去頂起來 我檢查 你開兩年 如果這個車我賣你的時候 有撞過 沒告訴你 這台車我無條件 我幫你買回來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檢查這台車沒有撞 你告訴我 誰跟你講的 我要告他 我就直接這樣講了 跟消費者沒關係 你告訴我哪間修理廠跟你講 跟你這樣講的 我去告他 我說我很注重名譽的人喔 這個車十來萬事小 我的名譽超過這十來萬 我要知道說 是誰 亂講話 車現場又頂起來 我跟柯P整個全車檢查完 我說這都原來的車 哪裡有撞 請問他跟你說哪裡有撞 他說沒有啦 抱歉啦 這可能我轉速了不好 不是啦 他是說 可能這個什麼有歪掉 輪軸有歪掉 一度 我說這台車 十幾年要二十年了 每天這樣轉 差一度 差一度是怎樣 你懂我意思嗎 我跟你講車是軟的東西 他今天不是五度 十度 二十度 三十度 那個車確實就沒有撞 我說定位定不好 他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車子撞 再者你已經開兩年了 那有可能 你跟我敘述的狀況 有可能是三腳架 有可能是傳動軸 有一點遊樂 一度 一度是多少 是三十七度 三十八度 三十七度沒關係 三十八度要隔離 這樣喔 我跟你講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講說 我雖然塞兩年 我這兩年 我塞了我都覺得歪歪 你現在 你已經開兩年了 你都覺得歪歪的 你都覺得兩年 你都覺得歪歪的 好沒關係 我就跟客人講 沒關係 我也不會跟你去 去談論這些東西 你現在覺得車子歪歪的 車留下來 我就把它弄正就對了 但是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車沒有撞 不要說我的車有撞 所以我要知道那個人是誰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我沒有針對客人喔 其實我們對客人 還是很客氣的 我是在說那個消息 因為我們對客人 我們不會太 我一直從頭到尾 我都沒有講到客人怎麼樣 因為他確實 他也是我們的客人 所以我也 我們對客人還是很客氣 沒有啦 那客人不要說來亂啦 可能我們賣人家的車子 就是這個沒有那麼耐用 但我覺得重點是 你回來 那我把你覺得不好的問題 處理好 就OK了 但是 這個都OK 這好解決嘛 不就幾萬塊的事情 了不起十幾萬的事情嗎 但是我的招牌的聲譽 是超過這十幾萬 自認為我的招牌 有百萬以上的價值 我自己這麼認為 所以我就跟客人講 沒關係 這個東西是處理的 不管你跟我買多久了 你覺得 你跟我買的 這兩年期間 你開起來 你都覺得歪歪的 好 那我就把你把這個事情弄好 我也不會跟你收費 即使你已經開兩年 我還是不會跟你收費 因為你說這兩年之間 你每天都覺得它是歪的 OK 那我把你弄好 另外一邊 說我車子撞過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稍微處理一下 我覺得那個比較重要 那個比這個一度都還重要 比這個歪歪的這個事情還要重要 所以這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時候像現在疫情 每天都已經很悶了 然後遇到一些這種高難度的 我們就是重點 還是把客人的車子弄好就好了 所以大家有發現 其實從頭到尾 我沒有要檢討這個客人的意思 你們不要搞錯了 我是比較care那個外面的修理場 亂講話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比較care的點是 所以我沒有在檢討客人 小馬說最後有提告什麼 我沒有 這今天才發生的事情 這個之後還要看怎麼處理 沒有我覺得這不算是修養 因為真的 我把每一個來交易的客戶 都當成是朋友 好 即使有跟我見到面 有跟我聊到 或沒有跟我見到面 沒有跟我聊到 我其實我覺得 只要是跟我們買車的 就是有緣分 所以我才敢去說 我們雖然沒有原廠這麼多的錢 這麼好的設備 這麼漂亮的展間 黑絲襪 有喔 那我們雖然只有泰山 泰山又不愛穿黑絲襪 但是我覺得我們 至少多了一個溫度 溫暖這樣而已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我今天 爛爛爛爛爛 那這個最後來 再跟大家宣導一下 MUTARING MJ116 我們置領貼文 大淵的這個IG可以去把它追蹤起來 那另外我們在IG 小獅汽車的IG裡面 KAKA19888 好 專輯再支持一下 MV多看一下 然後我們的 這個小獅汽車的IG 也有這個專輯的抽獎 我真的很鼓勵大家去小獅的IG 訂閱一下參加一下抽獎 因為我覺得這個專輯 而且他這都是有簽名的 好不好 好 拜拜啦 大家晚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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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